卡飙汁做咖啡行业这么长时间 整个行业从上游到下游我都接触过一遍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小遗憾 就是从来没有开过一家咖啡馆 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我要去开咖啡馆了 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呈现出来一家咖啡馆 是怎么样从一个毛坯的这样的空壳子 到落地呈现并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以及开店前期怎么样把控店面的定位 选址装修设计定价等等 这一系列的因素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最后做出一家成功的咖啡店 所以这期视频我联系了上海的咖啡品牌 Fumi Coffee 他们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开了7家门店了 刚好这段时间他们要新开一家店 于是我就联系到他们的品牌的主理人Kissen 他从Fumi的第一家门店到现在 一直负责运营管理装修设计 经过几次沟通交流之后 他也很愿意把自己开店的经验分享出来 不管你们是从业者或者爱好者 甚至是路人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们觉得有所收获 这期视频从他们装修阶段到拍摄 再到开业 前后经历了一个月 那别忘了视频之前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创作 大家可以看现在目前是一个初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今天我最主要是想让Kissen给大家介绍一下 施工的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先说一下吊顶这个部分 就是天花我没有 这一次没有做吊顶 好遇到整个一个施工的一个时间 我要尽快把它缩短 有漏的一个顶去喷黑 这边是有一个桌子大概坐上去大概那么高左右吧 就是因为外面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观 现在是贴了膜 所以就目前是看不到 基本上是所有店员都是考虑到都是做场面了 比较省空间也是 这边有一棵树 这个东西会反过来 上面是有一个绿植 绿植的话是有一个灯带的 所以这边楼了店员 这个是我一个个人爱好 想在树上面喝咖啡吧 其实我这个两个门主口是大马路这边 前后都能进人 后边的这个小的这个框框 它是有一个深度 深度可能上面我会放一些我们公司的周边 不同的人经过的时候是看到我这个店是在做什么东西的 这个白色层面现在是选了一个灰泥 它只是一个底 上面还有在上的 还有一层我要做两遍 前后一个吧台 这个楼的一个坑是有一个灯带在这里的 我选的材质是 立面是贴了红砖 台面是金属的一个拉丝不受钢 不说钢的话相对就是比较耐用 而且就是容易清洁 这是一个贴瓷砖的地方 对所以这楼的线嘛 贴到吧台的边缝 我这下面这个空间是1米9的 1米2到1米5左右吧 必须要撑住 要不然你的吧台会后期会变形 所以我这个位置是放冰箱的 这个是下水管 这个宽度是50公分 对 5公分 对我们叫五银管 旁边两个是一个上水的管是25的 这两个都是空管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这两个管是埋到后面的 包括旁边突出来上来的那个也是空管 也是从后吧台传过来的 也是走到后吧台的 这个是置冰机的下水 对在置冰机下水 到时候是不是还会切短一些 对 因为就是我们在装收的时候 肯定管子会先楼长 或者是一些灰 或者是一些垃圾 没那么容易进去 然后这边这个下水是咖啡机的对吧 我没记错是咖啡机 咖啡机应该是装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有一个开孔的 现在滤芯都是放在水槽的附近 我的上水进来 通过滤芯我就走到那根管 前面开一个阀门 开一个单向阀就可以出来 就不影响我前面设备的一些下面的一个空间 那其实我之后要减收 唯一说过是去更换的话 我就不用说我前面我还要把冰箱拉出来 去换后面的滤芯 就这边还有打了一个孔走一个开水机 这里都是收纳的一个空间 都是位置 没了 上面还有电源 因为我要楼一个电源去做那个监控 知道吗有两个线掉出来 对那个位置都是我预楼 现在四个角都有 多了也可以不用 那你少了你后期想加的话 不一定好加 搬来正上方这边是要装饰灯 吊灯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吊灯的 对你看有电源了嘛 都留好了自己 店里主要照明是靠轨道灯的 因为轨道灯上的比较好调 当然也比较便宜 有个电源插孔 然后这边是放开水机 对这边有可能会放一些什么 不知道备用 一些备用的 后边这边也是有两个的 也是备用的 做多了 哈比这肯定是独立一个的 对冰柜可能是独立一个 因为冰柜是24小时常开的 这个砖 好贵 反正我做这个场面 差不多贴近五位素吧 加近一万块钱了 差不多 蛮心疼的 这种属于新材料 既然效果好 但是新材料就是贵 就是这个叫未来石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叫未来石 那它这个形状是要定制的吗 没有 我买回来 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成品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也有别的形状 也有别的颜色 这个颜色看起来很高级低调 就是很耐看 对 边上的这种愣愣角角的是要自己修的 对吧 施工队就拿个小的手锯子 一个一个慢慢锯的 包括上面这个也是一半的 对 这边是我们主入口 其实刚才我说的是 这个空间是可以做的吗 这边会有一个登山还没装 那看完前期准备的所有的东西 整个咖啡店总算是落成了 那就好像是看着自己的小孩子 慢慢的从屋到有 从小到大 但是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 并不是这些前期的装修设计 而是门店落成之后的运营 那接下来我和Keyson 会从运营的角度来聊一聊 如何把后期运营的思路 和前期的筹备 让他们结合在一起 让咖啡店不如一个正轨的 那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我们不是在教大家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和思路来做 我们只是在分享在上海 这个路段的实际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这家Fumi Coffee 是开在上海虹口区的 一个叫金潮巴弄的商业园区里 出了地铁口就是这个园区 是从2021年12月开始装修的 前后大概花了一个多月 那总共花了大概35万 你们觉得贵不贵 今天我们来到了已经开业了的Fumi 这是他开业的第一周 那我今天呢就跟他们的主理人Keyson 一起来聊一聊 他这个店设计啊装修啊规划啊 再到他的一些菜单的铺设定位 他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所有的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 把这家店开起来的 这么巧啊 Fumi Vlog了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是一个残翅品 这个椅子的一个高度 450吧 上面的一个椅子的一个木头面 跟那个椅子的角是分开买的 一般来说椅子应该是把上面整个全盖住的 对吧 但是我定少了 我以为这是故意的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消防栓你们是不能处理的 主要是没钱 就比如说我还要去做一块板 把它封掉的话也是钱 我们发现这个红色的烧红栓 还有那个银色的外框 跟我的八台浮瘦缸 还有那个红栓 还是ok的 我这个树真的在外边 它简直就像是画龙点睛之笔一样 感觉一下子把外边的这个空间盘活了 就是我先把这个树固定好 然后再去想我哪里又有座位 哪里是吧台 洞线的话它是就是一条线 我觉得 比如说它点完单 也可以马上走两步 研磨你的咖啡 再去萃取 再去打奶泡 这边都出品 这不会说出现我这里点完单 我还要转个身去做咖啡 嗯 之后再转个身去出咖啡 嗯 当你在前面或是后面在操作的时候 后面楼的一个通道 嗯 让你的员工或是让你的同事去走动 所以我要去转个身 就是可能是一步的距离 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太远的话还要走几步 嗯 这不是特别的顺手方便 所以功能性往往是大于美观性的 最开始做设计我做了三百方案 用了两天时间 用两天时间能出三百方案 对啊 我的天哪 第一天来采现场 第二天出方案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 我可能相对来说空间感比较强 因为我自己平时有摄影 所以就是我大概知道我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的话 我可以很快的就是有一个思路 出了这个方案 嗯 再到开始施工 又花了多长时间 我这个初步的方案 先会跟施工队对接 就问他 就技术上面 或者是材料上面 有没有办法去呈现 如果根本没有办法呈现的话 你必须改 合同好的话到 进场的话 发了一周 会有可能出更仔细的效果图啊 还有这个施工图 我从签约 嗯 到开始施工 大概是10天左右 差不多 从施工到结束 又花了多长时间 一个半月吧 可以比我们预期更早 进出施工了 这边这个园区 它已经开放之后 就不允许白天施工 没办法去 只能晚上做 对只能晚上做 所以就延误了还蛮多的 嗯 刚才我忘记问你了 就是这个园区 它给到的施工期是多长时间 都三周的样子 嗯 也没有说特别多 30到40 包括设备啊什么 包括都都算进去 设备肯定是大头 这几台机器 包括后边的开水机啊 嗯 这些磨豆机啊 冰柜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设备的话 应该也要十几万 嗯 差不多 装修差不多 也是也是大头 差不多一半一半 确定完预算到最后结束 你的这个预算和最后结束花的这个钱 嗯 然后呢有没有超支 哦没有超支 没有超支 真的假的 是不是你们预算太多了 那没有 那没有 本来如果预算够的话 我就不做设计了 干嘛要把技搞那么累了 把用最少的钱去达成我想要的效果 这也是我放在大前提 嗯 开一个店的话 首先我会先把我大的重点的要素 我会先拿出来去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本身这个品牌 这个公司的一个定位 嗯 最后就到我们的一个选址 最后就到实际风格 嗯 再到顾客群跟那个价格的定位 嗯 这五个点是一环扣一环的 嗯 是互相影响到你下一个要做的一个选择 嗯 对 那你们是先有位置还是先有定位 呃 主要是先有定位吧 有一些品牌可能是做快销 有一些可能是走一个高端的 嗯 也有一些是做非常精品很少钟的 嗯 我们相对来说是做一个小钟自语 也希望把这个咖啡变成日常 均价在20到25吗 嗯 差不多 对吧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范围 均价20到25你们觉得价格贵不贵 我觉得是大部分人 能把咖啡变成日常的一个接收价格的范围 因为你们这家店是已经是第七家了 对吧 自己的一个定位差不多是已经是固定在这个区间了 对吧 嗯 所以说的话像每一家店不可能 哎你说我房租贵的地方我卖的贵一点 这样是不可能的 嗯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卡一些比较关键的我们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租金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一个承受的一个范围 先看房租 对先看房租什么事情先看房租 我感觉这期应该是最硬核的这个咖啡店开店的这个介绍了 对不对 我都在想如果我以后再开咖啡店 我一定让Kison来给我设计 不是说你设计费用 肯定不会说的 就是如果你们要是想要开店啊 或者想要咨询设计 你接不接服 时间稳选啊 这是完全是OK的 下期见 谢谢 谢谢 下期见 下期见